明天, 你覺得剛才的表演怎麼樣? 真棒, 我小時候已經喜歡Jason 他又唱得又跳得 這次表演真是值回票價 幸好你幫我找到點票 小事來了, 最重要是你喜歡 不過, 剛才叫你陪我看幾個小時的表演 會不會悶到你? 你平時也不太聽她的歌 不會, 你喜歡的東西, 我就喜歡 而且剛才看完表演 終於明白為何有這麼多支持者 謝謝你 對了, 剛才的票多少錢?我先給你 不用了, 每次跟你外出都是你付錢 這次就當我請你 不要, 我堂堂大男人 不想花你的錢 你別這麼傻媽 當然, 最多一會兒吃飯, 你請我便行 好, 不過剛才的票你去哪裡買? 我聽說要排隊很久才能買到 你不是去買黃牛嗎? 你不是去買嗎? 怎麼會呢?我怎麼會買黃牛飛呢? 今天這場是他臨時的尾場下午場 剛好我有朋友排隊去買 就叫他幫我買賣吧 那你的朋友呢?他在哪裡? 我沒有問他, 我不知道 你給了四張票的錢, 我給了兩張票給你 我算是這樣的 怎麼辦?我明明給了四張票錢 怎麼樣?為什麼只有兩張票呢? Toby…沒事吧? 沒事, 我們去吃東西吧 又說日炒黃牛飛很好賺? Jason演唱會加場版沒人要的 人做犯法的事, 我做犯法的事 為什麼這麼失敗呢? 我先想想辦法 我們這裡是入境處 你有一份簽證申請 又起電話的? 打電話可能是一個賺錢的好辦法 打給誰好呢 就打給之前買票的熟客吧 完全碰到了 Jason真棒, 真是的 你喜歡就行了 只知道你喜歡才買給你看 他之前的幾個表演我都沒看過 幸好你這次買了 好, 真是的 喂, 她不是不做事嗎? 是呀, 誰? 我正好 剛才你是不是看完Jason演唱會? 是呀, 有什麼事? 剛才你看到的那張票 就是我們公司贊助的門票 我們同事偷了出來 不過你結發了之後 還說是你那裡 你等等 我先出去說我的電話 黃先生, 那些票我在網上買回來的 我不知道你在說什麼 你不用搞辯了 那些票在你那裡 你就不是負責接莊 那些票是有偏好的 告訴你, 你跑不掉的 什麼?那些票我真的假裝買回來的 不知道發生什麼事 我不管了, 你不想我報警說你接莊的話 把五千元到我公司那裡 那些票我已經用兩千元 賣四張回來, 還要收兩張 你現在還要我賠五千元給你公司? 有沒有搞錯? 我一會兒會發我公司戶口號碼給你 我今天之內不見到我戶口有錢的話 我就會報警, 就這樣吧 喂… 怎麼辦?怎麼會搞成這樣? 怎麼會搞成這樣? 麻煩你結帳了 Toby, 怎麼站在這裡? 你沒事吧? 我們不要站在這裡了, 先找個位置坐下 你再告訴我發生什麼事 看我怎麼可以幫到你 走吧 那位黃先生分明就搶錢了 香港說法治的, 你也沒做過 報警就報警 怎麼可以讓你勒索的 那現在怎麼辦? 我也不知道那些東西是賊妝 你不用怕, 他這樣說話很有問題 我們不如報警吧 甚麼?報警嗎? 你有他的戶口號碼 警察一定會找到他出來的 走吧, 我們報警吧 來吧 影片中的事主最後也挺幸運 沒有被騙徒勒索 否則他把演唱會門票 也算是挺貴的 不過大家在網上購買演唱會門票 也要特別小心 因為以往也有市民付款後 發現收不到門票 我們一起來了解一下相關的罪案數字 警方去年接獲 1,663宗的網上購物騙案求助 比前年上升了28% 而攝款超過2,900萬 但今年首季 就有480宗的網上購物騙案求助 攝款超過1,000萬元 而是有不少社交媒體帳戶 都以特價門票作招來 市民切物被特價意志蒙蔽理智 現在警方向大家呼籲 作出網上交易之前 一定要了解對方是否可信 要透過可靠的網上交易平台 作出交易 如發現受騙 應立即終止交易 及跑內報警